日版的FGO在七週年後 隨著第一位五星寶具等級榜特攻傷害的阿爾奎特 以及壓著全體藍卡寶具的泳裝衣槌 甚至是爆傷更上一層龍的泳裝術師將等人橫空出世 這遊戲的周回也再次來到了新的高度 沒錯 就是百萬血量 當繁中的玩家在豎傻實裝後 正式進入了90家的畸形副本關卡 充斥著傳統33X以外的敵人配置 使得有自衝或者是能打暴擊的從者 開始有更好的發揮 然而 燈體寶具的從者們 除了那些有自衝50NP外的 依然沒有得到很良好的上場空間 於是營運在2022年的泳裝活動 首次催出了90家家的關卡 尾關的恩奇都血量來到了100萬 事實上這並不是FGO首次有著百萬血量的周回 甚至第一次是出現在2016年的1月 開服不到半年後的第一次Saber Wars 自由關卡超時空級的迷之女主角X 血量就有1054800 中間的小Boss也有42萬 對於當年沒有三藏或伊莉亞 輔助只有孔明一個能用的情況下 根本是地獄啊 多數人會甚至選擇用迷之女主角 或者是沖田對砍還比較快 不過Saber Wars 1的增傷禮裝也有兩種 硬要說的話 活動特攻可以拉到個300-400% 並不是多難的事情 也讓這百萬血的門檻 稍稍微的下降了一些 而一個月前的2022泳裝活動的90++關卡 則是16萬、25萬和百萬小N的三連單一敵人 雖然本次沒有高加成的Saber 好歹活動中還是有可以加成200%傷害的活動禮裝 搭上新時裝的泳裝師匠 不少從者就包含這個大沖田啊 也能靠著NP硬充和暴擊 不換人打完三波 加上奧伯隆的爆發效果 菲克爾、齋藤、北齋等等人 更不用說了 你想要用村鎮硬打也行 換句話說 6加成的難度固然高 只要願意讓出一格給增傷禮裝 對一定排庫的Master而言 5加成不換人還是不算太難 然而正當大家以為90加加就是貝卡百萬血時代的時候 9月中的新野馬台咕打咕打活動 再次跌破了所有Master的眼鏡 關卡的膨脹正式來到了百萬血無貝卡 關卡長度雖說縮到了只剩兩波 卻有接近20萬血量的Wave 1和兩隻組合的Wave 2 特別是Wave 2的小怪Nobu HP 很微妙的設定在了5萬 是一個普攻要是沒有色卡或者是暴擊 高機率沒法一套收掉的血量 如果說前次的泳裝是在推廣單體寶具 這回的新野馬台很明顯就是強調特攻的效果了 這一兩年FGO的從者強化呢 往往都是被嘲笑為欲試不決衝NP 衝完NP補特攻 包含像是艾雷和泳裝指示部的地屬特攻 牛若丸的秩序 嫁王的天 金科的王特攻 以及熱騰騰的千代女雙特攻 而今年1月開始算的話 時裝的14位五星從者就有8.5位 是帶有各種特攻的 查理曼因為是算在技能裡面 就給他個0.5吧 看得出來營運非常想要把從者的差異性 進一步來提升 換句話說就是不想讓你一隻 泛用從者從頭打到尾 回到問題的源頭啊 為什麼會有像是宇宙嶺 這種之前戲稱著三色王者的頂級泛用從者 說穿了就是在輔助性能通膨的情況下 我方能打出的傷害完全溢出 當敵人血量就是2-30萬 我拿克制打出60萬也是沒有EED 那麼解決方法很簡單 我就把你血量拉高到你打不了就對了 這次的新野馬台國的尾官BOSS 是人屬的BB 換言之最有利的 無萬乎就是寶具內建人屬特攻 又有100%的傷害加成 還自帶OC加二的活動限定五星千力修 寶一的黑聖杯搭配換人的奧伯龍 就能穩定二七擊殺 要是你高寶 甚至還能夠輕鬆達成六加成的最高配置 再來就是活動角寶五的一羽 雙樹傻與奧伯龍也OK 只是傷害會差一咪咪 要嘛選擇配牌補刀 或者是多看一個樹傻的寶具 穩定增加個攻擊力都行 活動以外的話 有人屬特攻又能搭配雙砂弧 達成這個人屬特攻三重奏的 摩根是最佳解 但即便是頂配的寶五LV120摩根 要六加成 依舊第一波需要補個刀 不然就是混沌特攻的卡蓮 也算得上是這次最悠久的解之一 老問題 高寶不可逼 我們玩遊戲不是算數 有問題我都建議充錢 至於單體寶具的話 也有不少人採用 像是迷之女主角X 甚至是這個人偶王 這個特雷西亞也有不少人採用 傷害的需求 比起全體的寶具會比較低 所以加成或者是這個換人的衣服 就有機會省下來 然而 有一好沒兩好 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Wave 2呢 要是你沒有主攻手的對應色卡 或者是EX 很高機率 你會收不掉後面那隻五萬的小怪 變成要打到3T 至少這是DA其實還蠻常遇到的狀況 隨著關卡Meta 朝向90++ 我覺得 各位玩家也要做出一些心態上的改變 會比較舒服 首先 大概就是換人 或者是黑杯的增傷禮裝之類 不可避 有別於過去呢 相較容易組出不換人6加成的隊伍 現在的門檻十分地高 除非你要當個保五全婆俠 不然我覺得乖乖多按幾個劍卡其在 再來就是沒有特攻的泛用型衝者 可能會漸漸地在90++退出舞台 最明顯的就是太空嶺這種空油火力 在大量Buff下容易被稀釋的類型 以及傷害剛好在90++ 時代上限的妖精蘭斯洛特 缺少這個寶具特攻的他們 很難靠OC之流 把傷害進一步的往上堆高 同時如果你有看上面幾個範例 就會發現 無論是藍卡綠卡紅卡都好 在90++的最佳第四人毫無疑問 就是奧伯龍了 有著20%的寶威和70%的充NP 以及把黑聖杯跟其他寶威翻倍的性能 是最後一波將傷害推到極限的存在 即便藍綠寶具會少吃到一個50%的紅防 也完全幾乎不影響它的功能性 再加上至今的一年 奧伯龍還沒有復刻過 我強烈建議到時候繁中版的玩家們 抽起來放絕對不虧 最後如同這次的新野馬台一樣 營運應該會繼續推廣當期的PU從者 在天地人或者是特性 還有直接客製上做球 不過老實說這也不是什麼先例 應該說以往一直也都是這樣 只是其他從者傷害溢出的狀況 導致這些做球不怎麼明顯 至於90++這種白癡血量 對於玩家來說是不是真的非打不可 我打得好痛苦啊對不對 扣掉像遊戲絕不選Easy Mode 這種Kimoji的問題 在活動素材方面來講 90++和90++大概也只差了10%左右的掉率 純威畢業活動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換句話說營運就會在其他的地方來調整 提高玩家打這個90++的動力 第一個就是素材 相比這次90++是火藥 90++給的是2-6.5 最新的素材不忘之灰 掉率高達90% 只稍微輸給自由關卡一點點 其次就是半值非常肥滿 1318比起90++的1098多了快30% 對於這個倉庫塞滿的御主來說 大概很多人只剩下練半的動力了吧 總而言之呢 90++關卡的出現其實就很符合DA之前說過的 每次手機遊戲出心腳 常常就會看到論壇各種大戰 特別是強度打會有一番的 心風邪雨 彷彿誰要登上誰要掉下神壇之類 然而事實上踩誰捧誰 完全就是關卡設計 只要今天營運想 就很容易做球給各類的生態去發揮 就像我說過嘛 半年前我也幾乎沒什麼用過奧伯龍 我還講過奧伯龍是給無課或小課 彌補寶具等級不足 如果你是個大佬搞不好根本用不到 可是現在呢 你看就完全翻身成為了一線的必備角 未來的話如果以新野馬台國作為標準 最清氣實惠的應該就是抽當期的PU角寶一 然後搭配一整套完整的輔助和黑聖杯 應該可以再度過愉快的一年吧 應該啦 至少我覺得100萬 差不多就是現在高寶泛用加特工輸出的極限了 至於會不會再給貝卡 或者是什麼血量調整啦 就看大家的反饋 短期內應該不至於啦 除非這兩次90++的負評真的太多 好啦我是DA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些新的周回寬卡 這個90Double Plus 有什麼想法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感謝你們的訂閱 祝大家十抽寶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